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JavaScript的模組 更正確的說應該是Node.js的模組 但是這個Node.js的模組經過一些轉換之後 就可以變成網頁上面的JavaScript模組 轉換的方法 比如說用browsify這個套件 一樣用套件 然後下一個指令就可以轉出去 你也可以直接寫成網頁版 但是會需要加一些比較奇怪的語法 所以現在比較一般性的做法們都會用browsify來把它轉成網頁版 但是首先你要先會寫Node.js的模組 你再用browsify來把它轉成網頁版 或用webpack來建置整個網站 另外我們今天有一個重點是NPM套件管理 你有了這個東西之後你就可以很容易安裝別人的套件 然後你可以寫套件給別人安裝 你只要用NPM install套件名稱 馬上就裝進來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正在學JavaScript了 你應該也知道什麼叫做Node.js 可是後面的這些你可能都沒聽過 NPM 各位有聽過什麼是克林共雲 在Star Trek 星劍迷航裡面有一個 其實JavaScript已經1995年就出了 我大概1996年就開始有在用 可是這很怪喔 就是我們其實用了20幾年 20年大概還不是很了解這個語言 那從Node.js開始出現之後我就發現更難了解 為什麼呢 我開始用Node大概是三年多前 那你會到現在我一直還聽到很多像克林共雲的東西在 在在在Node的世界裡面 然後因為這個星球實在是太大 然後前端的技術領域變來變去 像現在前陣子比較紅的是agular.js 那現在最紅的是react.js 那另外之前有什麼backbone、amber 這都是各式各樣的套件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最後難學的不是語言 語言你學個六個禮拜 就已經你常常去寫你就很熟了 但是難學的是什麼 潘水庫、套件 各式各樣變來變去的技術 那從 其實在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寫程式的人呢 基本上不需要去理這麼多這麼多的東西 我們只要盯著一個公司就是微軟 然後它出什麼我們就寫什麼就好 OK 當然雖然它其實也出得很多又很快 但是你只要跟上它就OK 但是後來自從微軟開始有點衰落 然後蘋果起來了 Android的起來了 手機世界 反攻到桌面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整個世界要改變了 而且特別是開放原始碼開始起來之後 那開放原始碼裡面的技術是永遠學不完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多 舉個例子 NPM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套件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 至少有幾十萬個以上 有沒有突破百萬 我不知道 那你怎麼學這種東西 你隨便我今天 我今天為了示範給你們看 我就可以創造一個新的套件 這整份頭一遍也就告訴你怎麼創造這份新的套件 那別人會開始用嗎 應該通常不會 因為這些套件的功能可能太陽春 但是別人就真的不會用嗎 你也不能確保 前幾天發生了一件奇聞 在Node和NPM的世界發生了一件奇聞 什麼奇聞呢 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他上傳了一個套件 一堆套件 然後後來他的公司去檢舉他 說這個套件 可能是跟公司之間有制裁權糾紛之類的 然後公司去跟NPM這個組織說 OK他這個套件是違法的 應該是屬於我公司的 不是屬於他的 OK 那結果NPM組織呢 就把這個套件呢 直接所有權轉移給那個公司了 沒有經過作者同意 那作者就很火大 對不對 結果作者做了什麼事呢 他把他原本發布在NPM的250個套件 全部測掉 他一測掉 而且刪除之後呢 就發現 這下糟糕了 為什麼 因為NPM本身就用到 他所寫的其中一個套件 好 NPM本身就用到他所寫的那個套件 所以NPM就無法運作 那不只這樣 那別的很多公司又用到這個套件 又無法運作 結果最後最荒謬的是什麼 你知道 他 最被很多人使用的那個套件 叫做LeftPad LeftPad是做什麼事呢 就是假如你有一個字串叫ABC 那你說LeftPad ABC 0 然後呢 100 他就前面補97個0 然後 最後是ABC 也就是說 他在 左邊 補上 一堆字串 字圓而已 就這一個功能 就出一個套件 你會不會寫 我相信你一定寫得出來 你只要寫個回圈 然後從 從 那個 掃掉的那個 字母數把它補上去就好 那 可是 就這樣一個東西 也要弄個套件 然後結果還真的有人去用它 用了之後 因為他把這個測掉了 結果 一堆人的程式不能用 你為了要補前面的幾個字圓 就要去用一個套件嗎 這是很 很誇張 但是到最後寫程式套件用習慣的人 就會這樣中毒 你知道 就 到最後 你什麼東西都要依賴套件 OK 那 沒有辦法 這個套件太方便 所以 現在使用套件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記得 不要 不要 過度依賴套件 像剛剛那個 LeftPad的例子一樣 那已經是非常非常過度的依賴套件 那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很多技術 你不知道從何學起 光是應用裝置就有Apple的 iPad iPad iPhone iMac 然後作業系統 iOS iTube Score Google Android GAE Play 還有很多 然後 Amazon 這家公司也有 像EC2 這個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因為EC2是全世界最強的雲端平台 各位可能沒聽過 那 Adreno 樹莓派 這些 Ruby Python 太多太多的程式語言 太多太多的 技術 太多的套件 那就算你把焦點鎖在 NodeJS領域的話 也有 Async Rodash Underscore Karma Async 重複 Mocha Cotova Forever Express Core Connect Commander 列不完的 太多了 可能有上百萬種 那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上NPM去找這些套件 這是NPM的官網 網址是npmjs.com 然後呢 你進去就 最常被安裝的套件是這些 然後 它會有一些基本資訊告訴你 但是到底有多少個套件 你稍微看一下 260169 所以是26萬個套件目前在上面 然後總共被下載了 一天就下載了這麼多次 然後呢 一週一個月 那這個是很恐怖的量 所以正確的是 到我寫這份投影片為26萬個套件 好 那這個NPM是Node.js裡面的一個指令 是Node Package Manager的簡稱 那NPM可以用來幹嘛呢 它可以用來安裝套件 發布套件 管理套件 OK 那問題是什麼是NPM套件 我們應該怎麼用 怎麼寫 好 那這個 我們 從 先從怎麼用開始 比較容易 你想學任何一個東西 我覺得從用開始 都是比較容易的 例如說你想寫遊戲程式 那你一定要先去玩遊戲 那如果你不會玩遊戲 那你要寫遊戲程式 就會麻煩 那像我不玩遊戲的 我寫遊戲程式 就 只能寫過去 我小時候玩過的那種小遊戲 所以你要用 像你說 iPad到底怎麼用 你用講了半天 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你直接拿一個iPad來玩玩 你就知道怎麼用 所以那種東西 的學法 你絕對不能說 我買一本iPad的書來看 然後呢 才去用 這個是不對的 你們這一代應該都很清楚 這件事情 因為 你們這個世代 現在已經沒有人看使用手冊 對不對 什麼東西拿來就是用用用用 誰會去看使用手冊啊 誰會去看一本書再來用啊 對不對 很少 那 所以 在我們的年代喔 我們不管電視機 洗衣機 電冰箱 通通都是要先看使用手冊 才去用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現在是拿來就直接用 好 那你如果要用NPM套件呢 那你就要真的去用用看 先上NPM網站去查你要的套件 然後呢 譬如說 Numeric是一個我 我現在在使用的套件之一 那它可以用來做很多矩陣運算 那所以我就可以上NPM網站去 看看這個套件的描述 你就打Numeric 然後呢 它就會找到 那找到之後呢 點進去 點進去 Numerical analysis in JavaScript 就是數值分析 用JavaScript來做數值分析 那裡面就有 它的 一些 基本資訊像這個授權 license就是 它到底用什麼授權方式授權 以這個套件而言是MIT License 那你就要了解 它的授權的範圍 不過一般你如果是 只是寫作業要用 那絕對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是公司要發行商業版的話 那你就要考慮到授權問題 OK 好 那有一些比較好的套件 它會有官方網站 那這個就代表說 它這個套件可能 作者認為是比較重要 然後它值得為它建一個官方網站 那你就可以點進它的官方網站去 像這個就是Numeric JS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其實它有 JS的下載點 然後它有一些說明 有說明 有說明 有網站 可以從Github上面去看它的原始碼 那這是它的使用說明 你可以看到它的操作 OK 然後 然後呢 這是它的 那個韓式庫的說明 透過這樣子 你應該可以一目瞭然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 然後呢 對於 可以直接放在瀏覽器 像各位已經使用過的Bootstrap 你Bootstrap 是不是先從Bootstrap官網上面 下載Bootstrap的那些檔案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資料夾底下 然後去引用它 那有些人呢 是直接引用網路上的連結 那也是可以 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它的套件 那這是在瀏覽器裡面去用 可是呢 你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 然後呢 檔案存好之後 怎麼用呢 放在網頁裡面 寫一個網頁 然後引用它 以這個例子是跟它放同一個資料夾 那引用它之後 比如說我們寫一個叫matrix.html 那存起來 然後呢 接下來把這個網頁打開 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空的 為什麼是空的 因為我們網頁就是空的嘛 我們網頁裡面 只有引用一個JavaScript 其他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網頁當然是空白 那如果你在網頁裡面寫個Hello 那它出 網頁上面就會出現個Hello 那可是呢 這個 網頁顯示什麼 現在跟我們要做的事情 無關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把套件引路 我就可以操作 可是我要怎麼操作它呢 好 操作的方式各位應該會了 用什麼方式 我們幾乎都用Chrome瀏覽器對不對 那你用Chrome瀏覽器的時候 它有一個開發人員工具 這個應該各位已經會了 在之前我都示範過 對不對 你用Chrome瀏覽器的開發人員工具 把它點出來之後呢 有些它會在 右邊 有些它會在下面 那你可以選它 讓它在右邊 還下面 然後呢 一開始進去 會看到這整個文件的 的那個 DOM 就是HTML 轉成物件的那個樣子 然後你點這個 console 點這個 console 然後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交談式視窗可以用 那這個交談式視窗 你進去之後呢 你稍微打幾個字 你會發現它提示是很好的 你打A之後就把所有 有關A的函數列出 開頭是A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樣子來寫下指令 那下指令 比如說你寫console.log hello 那它就會在交談式視窗裡面 印出一個Hello OK 那這時候因為我剛剛已經 我們已經引入了 Numeric.js的套件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用在這個console裡面 下Numeric的那些函數 那譬如說我做兩個向量相加 那最後就是向量相加的結果 我做兩個矩正相加 那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矩正相加的結果 我做兩個矩正相加之後 丟給A變數 那最後A變數就是這個 這個矩正相加的結果 我如果呢 呃 呼叫它 用比較漂亮的方式印出來 那最後就是印出比較漂亮的結果 好 那你可以把 結果呢 輸出到網頁當中 那我發現有一些同學 其實習慣用網頁的人 他可能一直寫DocumentWrite DocumentWrite 但是他可能不是很了解 到底什麼是DocumentWrite 那DocumentWrite 是把它寫到那個DOM的 那個語法裡面 輸出到那個網頁上面 那我們在一般Node裡面寫console.log 那是印在畫面上 但是你在 你在那個網頁的程式裡面 可不可以寫console.log 可以 不要以為不行 是可以的 只是它不是印在那個網頁裡面 它會印在哪裡 它會印在這裡啊 有沒有你這邊console.log 它就印在這裡 它會印在這裡的 所以如果你在網頁裡面 你想除錯的話 你是可以用console.log 來印出一些資訊 你不需要把它印到網頁上 那你只要開開發人員工具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console.log 在網頁裡面還是可以用的 不需要每次都DocumentWrite 因為這樣會破壞你的網頁的文件結構 OK 所以最好是盡量不要在網頁裡面 DocumentWrite OK 那你甚至可以用DocumentWrite 然後把它整個印好的結果輸出出去 那這樣子它就會輸出在畫面上 那可是你可能會注意到 我這邊有點小 那這個很小的這個東西叫PRE PRE就是說 它裡面的這個東西 不要把它當成HTML 把它當成存文字就好 就是不要再做HTML的格式化 所以它會直接造成你的存文字印出來 那這個Chrome 會看到很好的人 然後所以現在前端工程師的職缺很多 然後呢 很早看到應徵後端工程師的 為什麼 因為後端工程師技術比較穩定 然後而且它基本上變化不是那麼大 跟使用者接觸越密切的地方通常變化就會越大 那跟就是遠離使用者的部分通常就越穩定 像譬如說我今天做後端的話 我只要能夠提供一些服務可以把你傳來的資料寫到硬碟 寫到檔案系統或寫到資料庫 我就做完了 可是那你換一個應用 我就請你照標準的語法去護教 你還是可以寫進來 你只要知道帳號密碼就可以寫進來 OK 那就好了 那後端的東西其實變化不大 可是前端呢 你每做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它就說 我這邊要多一個這個區塊 要加一個什麼 最後就是一直在調整那個網站的排列 然後網站的功能 網站的多一個欄位少一個欄位 所以當然前端就需要很多人 OK 這是為什麼現在這麼前端工程師的職缺這麼多的原因 好 那你也可以不要用Chrome 你可以用火狐的Firebug 那當然其實各有好處 火狐的Firebug也是很成熟 我比較習慣用Chrome 但是你也可以堅持用IE 或者是甚至你要用IE6 但是IE6其實好像沒有debug功能 IE新的版本應該有debug功能 好 那前端的開發者 要使用套件的話 可以直接將程式碼寫在網頁內 就像剛剛那樣子 只是我們是用操作的 把那些程式碼 直接放進網頁裡面 其實也可以做的 我現在這裡就直接放進網頁裡面 我這邊 我這邊引入了Numeric之後 然後我寫一個print函數 然後它會用Numeric來印出那個矩陣 上面先印一排它的名字 然後再印出 就可以設定矩陣然後來印了 那這邊就呼叫它 取得反矩陣再印一次 然後再把這個矩陣 和它的反矩陣相成 然後取得相成的結果 再印一次 各位學線性代數了嗎? 正在學對不對 這個反矩陣應該已經學了吧 一個矩陣跟它的反矩陣相成 最後應該是什麼? 最後應該是對角矩陣 I 對不對 對角都是1的那個 對角矩陣 所以我們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這個矩陣是123323 123322435 然後呢 它的反矩陣是-0.5714 0.1429 就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你看到 現在這個看起來有點不像對角矩陣 但是事實上它是對角矩陣 為什麼? 這兩個0當然沒問題 但是這個-2.221的-16四方 它基本上就是0 因為它很小 1的-16四方 10的-16四方 所以 這一個就是0 後面這個也全部都是-16四方 這也全部都是0 只是因為它印的時候 它把這麼小的數也印給你 而不是印成0 所以你認為它好像跟對角矩陣有一點差異 可是事實上它就是對角矩陣 它就是I 這樣清楚嗎? 所以那個反矩陣的取法是對的 這個會有小小的差異 這個就是數值運算上面浮點數的問題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如果是兩個浮點數 你不要用等號去做比較 因為 如果差10的-16四方 它就會告訴你不一樣 那你就掛點 所以千萬不要把浮點數用等號直接去比較 好 所以你就可以在網頁裡面呼叫這個套件 然後顯示在網頁中 只要把那個.js下載下來 引用就可以了 那很會做這件事情的人 通常就是前端工程師 你會用各式各樣的套件 譬如說你會用boostrap 那你就可以當前端工程師 那現在可能因為boostrap 還不是很複雜的一個套件 JQuery也還不算是太複雜的一個套件 現在有更多更先進更複雜 更整合性更高的套件 那以目前而言 如果你真的急著 就是馬上就要學最強大的前端工具 那應該就是學react.js 那這是你馬上就要拿來做網站用的時候 做一個很複雜的網站用的時候 才是需要這樣 否則用JQuery和boostrap應該就夠你用 那你如果真的需要做比較複雜的 很多區塊的網站 每一個區塊都還可以重複使用的 那這時候就蠻建議你 可以用react.js 但是等到各位畢業的時候 我相信react可能已經又被淘汰 換成另外一種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學呢 我的建議是一二三年級的時候 學校的東西那些東西你把它學好 四年級的時候你就全力去學你 你畢業之後要做工作的那種技術 比如說你一二三年級 以我的安排就是一年級學會程式設計 基礎的都學得很好 你不會用react沒有關係 但是你基礎的都已經學得很好 第二二年級的時候呢 你學透過name to touches這一個課程 我們教各位是怎麼樣子從頭到尾做一台電腦 從硬體到軟體做一台電腦 包含作業系統 包含編譯器 包含主義器 包含從邏輯閘開始 各位學過數位邏輯閘 從邏輯閘開始一直做到一顆CPU 再做上面的軟體 那這是二年級 三年級呢 三年級我們的預計是 目前我的規劃是 三上我會上科學計算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讓各位知道說 OK怎麼樣子把程式的工具 用在一些科學上的用途 那特別是科學或工程上的用途 不只科學 工程上的用途 那像剛剛的那個 Numeric就是一個科學計算的套件 OK 我一樣會用JavaScript來上 那三年級上學期上完科學計算之後 下學期我們就可以接上人工智慧 那就可以上比較一些困難一點的問題 那那些問題你一般的程式設計方式是不容易解決的 那你就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去解決 那之後呢就我的課程就沒有了 那你四年級你就可以專心的去去學你畢業之後想要需要的那個技術 就是說你想應徵前段工程師 那你就趕快在四年級的時候去學最新的那個時候最強大的一種套件 那出去就OK 那如果你是四年級的時候 搞不好那個時候又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搞不好會有另外一種平台 類似之前像Android的Apple之類的 又出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那搞不好那時候什麼自動車 就是自走車已經到處考了也不一定 然後天上都飛著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在送包裹之類的 不知道 那所以四年級 各位四年級的時候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我不知道但是這個這個領域是變化很快 那你如果要做前端工程師 對你至少要會剛剛那些 那不夠你至少會熟悉一些套件 這些套件像BootTrap入門款 JQuery入門款 Angular算是進階款 React算是最新款 那有前端工程師也會有後端工程師 那如果前端和後端都會的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Full Stake Junior 全堆疊工程師 或者是大陸叫全站工程師 因為他們的堆疊就叫站 全站工程師 那 對於後端開發者而言的話 目前最強大的JavaScript平台 當然就是Node.js 就是各位現在學的這個 好 那怎麼樣子在Node.js上面開發程式 這個各位應該已經都會了 我們已經教了一個多學期了吧 好 那你當然先安裝 但是注意你看現在已經到了5.9.100 跳得很快 好 那安裝的方法各位應該也都會了 然後安裝完之後 你可以去這個地方執行 或者是把它先弄到桌面再去執行 在Mac.js就要啟動中端機 它就沒有像Windows的那一個 那一個應用或之類的 你就直接啟動中端機打Node就好 但你要先安裝 那你可以先寫一些小程式 像是Hello這些各位應該都會 然後測試一下 順便測試中文 然後呢小程式可以正常執行 就可以進入Node 來寫JavaScript的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 這是各位可能還能學過的部分 你就可以開始安裝套件 你安裝套件的時候呢 你就下 比如說NPM install numeric 它就會把Numeric.js 剛剛那個套件整個裝進來 那這邊是我安裝的結果 那之前安裝其實通常不會出現這個訊息 但是現在NPM還是要改版 改版之後安裝它就會出現 直接告訴你沒有package.json這個檔案在 然後這些都是警告 所以你暫時可以不用理它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的 也就是說 你安裝了套件是安裝成功的 所以它這邊出現了Numeric 1.2.600 這是安裝成功的 但是它發現你的下面沒有package.json這一個套件安裝指引 所以它提示你 你缺了這些東西 那這沒關係 這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講 怎麼寫package.json 那這些警告訊息呢 就只是告訴你 這些欄位都還沒定義 這個檔案沒有定義 然後安裝完Numeric套件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這個資料夾底下多出了一個叫Node Module的指資料夾 裡面還有一個Numeric的指資料夾 那再點進去你就會發現 是Numeric這個套件的所有原始碼之類的 支援配原始碼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使用Numeric的這個套件 那怎麼用呢 先寫一個測試程式 先寫一個測試程式 用require把它require進來 還記得我們之前應該也有 我們應該有require過一些東西吧 還是沒有 應該有吧 我有點忘記 到底有沒有 反正require就是你需要用什麼韓式庫的時候 你就要require 把它require之後放到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再用這個變數去使用它 那譬如說我現在把Numeric就require之後 變成一個叫Numeric的變數 然後呢 我就可以開始使用Numeric了 那這些印的方法幾乎都跟剛剛很像 只差了說我是用console.log 跟網頁版不太一樣 是這裡 那就這樣子 然後 做取反矩正的動作 然後呢 相乘 印出結果 那這邊就是引用Numeric的套件 最重要的是這一行 然後就可以執行程式 那程式如果執行正常的話 就代表說 你的引用套件應該是沒有問題 而且你會用 所以你引用套件剛剛是成功的 使用套件的方法也是正確的 但如果程式執行不正常 那你就要看哪一行對不對 它會有錯誤訊息告訴你 然後你看哪一行 再去看哪一行為什麼錯 那寫到這裡 可能很多人就覺得故事完了 其實沒有 才剛開始 因為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JavaScript的模組還有關於NPM套件管理的那些事情 NPM套件管理不只是引用套件 這只是第一步 我們還要自己寫套件給別人用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開始寫自己的模組 那要怎麼寫自己的模組 方法一樣是寫.js程式 最後 這一個程式的最後 或者是一開頭 沒關係 在哪裡加都可以 只要你有設定這個變數 module.expose 設定你想輸出的物件丟進去 這樣別的程式就可以用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剛剛那個Numeric套件 來重新包裝一個科學計算函式庫 假設我叫它JsLab 這不是假設 我已經把它包好了 而且丟上去 那我想包一個叫JsLab. 就是這個科學計算函式庫 那我就先去requireNumeric 那請注意你require之後丟給什麼變數 這個變數跟require的名字可以不一樣的 那我的習慣我都習慣越短越好 所以我都會只用一個字或兩個字 所以我就丟給N 那我習慣是 只要是套件我都用大型 其他變數我都用小型 那所以用N我就知道OK 這是物件是套件 然後呢 我就定一個JsLab的物件 然後我讓JsLab裡面的INV這個欄位 就變成N點INV這個函數 也就是Numeric裡面的INV這個函數 就是曲帆矩陣的函數 這DOT做相成內積的函數 這PrettyPrint 這是原本Numeric裡面用來印出矩陣之類的函數 而且印得很漂亮 那我們把它改個名字叫STR 因為PrettyPrint實在太長了 違反我的程式的那種 越簡單越好的原則 就叫STR就好 那於是呢 你這樣子寫完之後 這些寫完了 module.export也會出了 會出了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用 怎麼用呢 你寫一個程式 比如說你用require點子 點斜線JsLab 這裡有一個重點 為什麼要用點斜線 點在任何資料夾裡面 一點代表我這個資料夾 兩點代表父親的資料夾 OK 所以這裡的點斜線代表 我這個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叫JsLab.js的檔案 我要引用那個檔案 好 點Js不用寫出來 只要寫JsLab 就好 所以用點斜線代表 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有這個檔案 那如果不加點斜線呢 就會是系統裡面的資料夾 例如說node.js裡面 預設的函式庫 或者是我剛剛安裝的函式庫 好 那這些一樣 我們就把剛剛那個東西一樣 再做一次 再印一次 好 然後JsLab.test 的執行結果 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你只要用module.export 就可以匯出物件 OK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require來引入那個物件 但是請注意 如果是你自己設計的 你必須要指定資料夾 即使是同一個資料夾 你也要點斜線 OK 那如果是別人設計的 你只要install完之後就可以用 好 好 那所以呢 這個點斜線 這個千萬要注意 如果是你自己設計 放在自己資料夾底下 要加這個 很多人會忘記 那 用系統的 像這個numeric 是剛剛安裝的 就不用加點斜線 直接用名字就好 因為它放在系統資料夾 node.js自動會去搜 但是呢 如果是在你的資料夾 你沒告訴它 是在哪一個資料夾底下 它就不會去搜 OK 那這樣我們就已經 學會了怎麼樣子自己定義模組了 雖然我用的定義模組 是用別人的再包裝一層 那用別人的再包裝一層 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只是你最後要再加上一些功能 那就變成你自己的 所以我為什麼用這個 因為我下學期 開科學計算的時候 我還是要用JavaScript 所以我得現在先打造一個 科學計算的JavaScript平台 很巧的是 JavaScript目前 沒有看到一個很好的科學計算平台 但是我知道 它有機率統計的平台 有矩陣的平台 矩陣的函視庫 我只要把它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科學計算函視庫 OK 所以使用別人的套件 才是正常的 全部自己重新打造 那只有學生才會這樣做 是吧 對啊 你幹嘛全部自己重新打造 你就是為了學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為了要做出系統 你幹嘛全部重新自己打造 就是用別人的才是正常 你不會說我要造一台波音777 然後最後呢 我連那個螺絲都自己做 對啊 那你當然是建築在現有的工業基礎上去做 才是最快的 OK 你會用MPM 你就可以建築在現有的工業基礎上去做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寫模組發布給別人使用 你就必須要寫package.json這個檔案 OK 那這是 NPM官網上面的package.json的描述網頁 那我們不需要看 你只要 知道package.json 怎麼樣子產生就好 這個package.json是用來描述模組 描述你發布的模組的一個檔案 那.json檔 副檔名是.json 你就知道它是一種json格式 OK json格式跟javascript的格式 基本上就是javascript的物件 但是裡面的欄位通常不能有函數 而且裡面不能加指令 只能夠純粹是 純粹是那個物件的內容的描述而已 你不能說A等A加1 不行 那個就不符合.json的格式 好 那你可以下npm.init 來建立一個新的package.json 譬如說像剛剛這樣子 npm.init 然後呢 它就會 就會 開始問你一堆問題 那 問什麼問題 像 它說你的模組名稱 預設就是會是你的資料假名稱 那可是呢 你可以改 如果你認為不是你資料假名稱 你就改掉 你就在後面輸入就對了 那版本它一開始就給你1.0.0 這太高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開發的時候 通常會從0.0.1開始 那 描述呢 就是你這個專案到底是做什麼用 我說 a scientific computing library like R and MATLAB 就是一個科學計算的函事庫 就像R和 MATLAB一樣的科學計算函事庫 那這通常是會用英文 如果你希望給全世界的人用 如果你不希望給全世界的人用 只希望給中文人口用 你就用中文去寫 那如果你希望大家都不要用的話 那你就乾脆什麼都不要寫就好 那可是既然大家都不要用 你為什麼要發布呢 這就很奇怪 所以 照理講 大家都不要用 你就把它鎖在自己的 的 的 言論音點裡面就好 不需要發布 那所以 原則上還是會用英文 只是你可以再加中文說明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 國際化的話是連 中文說明都不要 不然人家會誤以為說 這個東西是 只有給中文的人用 那可以再加上 入口點就是你那個 主程式的名字 主模組的名字 就剛剛那個export的那個模組的名字 那test command就是測試檔的名字 然後 git repository就是 他在那個 git上面的那個 網址 就是github之類的網址 然後 keyword就是他的關鍵字 就是讓人家檢索的時候能夠搜尋到你的關鍵字 所以你看我的關鍵字寫了什麼 r maylab matrix statistics 就是r maylab 矩陣 和統計 ok 然後授權 isc 這個授權代表說 你引用的套件是什麼授權 那 他變彈性 使用那個授權 如果你用gpl的授權就是一定要開放原始 你用bsd的授權的話就是 就是 只要 屬名就好 只要屬作者的名字說 這個套件有用到誰的套件就可以 那所以 各種不同的授權稍微要了解一下 最後他會產生一個這樣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 會放在 你剛剛npm init的那個路徑底下 通常就是package.json 這樣一個檔案 你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 它裡面寫的 名字是jslab 版本0.0.1 敘述就是剛剛你輸入的那一串 主程式就是剛剛你輸入的 它會自動產生dependencies 就是你剛剛已經安裝過什麼套件 它會把那些套件自動放進來 ok 然後呢 這是測試指令 測試檔 然後 他的 這一個 這一個專案除了在 npm裡面以外 你是不是有放在一些 開放原始碼的那種 公開的 公開的 系統裡面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把它填在這 ok 把它填在這個repository 就是庫存 庫存裡面 然後這樣就已經準備好 可以開始準備發布了 只要你寫好package.json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發布 那其實你不用每次都一定要 重新用剛剛那個npm.init 來做package.json 你可以call裡舊的 再改一改也可以 那 你要放上去之前 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你要先上npm官網去查一下 你所要使用的名字 套件名稱是不是已經有人用 如果像這樣它寫sorry 沒有人用的話 那就代表說這個套件 沒有人用 你可以用這個名字 如果有人用 你最好換個名字 那接下來就可以進入發布程序 那發布之前 你必須要先讓npm知道 你到底是誰 ok 所以呢 你要執行這個指令 npm set init.osha.name 那我是ccc.kmid 這是我慣用的帳號名字 那email 還有網址 那網址就是我學校的這個網站的名字 網址 接下來 npm add user 把這個使用者加進去 讓npm知道你這個使用者 然後呢 你就可以用npm publish 點斜線就代表這個資料夾底下的所有東西都要publish 那我就publish publish完之後呢 很快 他就 這裡 出現加jslab 第幾版 這個就是 成功 如果有錯誤 他會告訴你錯誤訊息 這個是沒有錯誤的版本 然後你publish完 只要那個指定執行完 你就可以上npm再查 是不是你的東西已經publish上去 你再輸入同一個專案名字 就不會像剛剛出現說not found 他會出現one result for csf 你再點進去 就發現 咦 有個地方怪怪 什麼地方怪怪的呢 就是 這裡寫error no readme data 就是 代表說 你沒有寫你這一個專案的簡介啊 我們剛剛都寫了程式 但是沒有寫簡介 那沒有寫簡介的話呢 他也不會自動幫你產生啊 所以 你得寫個簡介 那這個簡介就叫readme 讀我讀我 叫人家要用專案之後 之前先讀我 叫readme 這是一個習慣 那 readme的資訊現在通常 就是 像github也都是用readme 所以npm這裡也是用readme 那給人家 用的專案 你一定要加入readme 那你如果不想讓人家用 那你就不要加 沒關係 那readme 是個文字檔 通常現在都會用markdown的格式寫 那什麼叫markdown 等一下我們再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現在對寫程式來講也越來越重要 那像我的網站 那個 ccc.nqu那個網站 你有時候會看我在改那個網頁對不對 那個語法就是markdown 只是我對他做了一個延伸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寫一個readme.md 代表說他這個readme是markdown格式 然後呢這是jslab的readme.md 我把它寫了一下 然後告訴人家怎麼安裝 怎麼使用 之類的資訊 然後呢 你把這個readme寫好之後 你就得要再重新發布一次 否則NPM怎麼知道你有改 OK 重新發布的時候你要 修改版本代號 你不能用同一個版本再放上去 因為他上面有版本管理 所以如果你是用0.0.1版沒有改的話呢 你送上去publish的時候會失敗 所以你要先改版本代號 那改版本代號的方式是 一個是npm version直接寫0.0.2 那這是直接指定版本代號的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是npm version page page的話他會從最後一碼再加0.1 再加0.01 OK 再加0.0.1就對了 就說剛剛0.0.1再加0.0.1就變0.0.2 這樣子 那他就自動幫你 幫你增加版本代號 然後patch的時候 你最好加一個訊息說 我這一個版本到底是做了什麼事 那以我們剛剛的動作而言是 add readme.md 所以我就描述說 我這個版本是加上了 readme.md 那再publish發布一次 這樣子的話你就會發現 readme的資訊已經放上去了 你去npm官網再查一次你的網頁 就會發現它已經放上去 而且你看這個程式碼 以我寫的markdown格式我還有標註 它是程式是javascript程式 它會自動幫你用程式碼的顏色補上去 好 那別人想使用這個jslab套件的時候 它就只要下一行 npm install jslab 就像剛剛我們用別人的npm install numeric一樣 只要用一行就可以開始用你的套件 好 那現在你就應該已經知道說 怎麼樣使用別人的套件 剛剛我們用numeric來安裝之後就使用了 那怎麼樣把套件發布到npm的官網上面 然後接下來還有很多 這只是開頭 而且讓大家可以很快速的進來 那還有很多 譬如說 package.json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欄位 像有square的欄位可以讓你用來做測試的 有bin欄位可以讓你指定說 我安裝之後我要產生一個進入點 這個進入點我可以放譬如說一個執行檔 或一個批次檔 或一個javascript檔 然後讓它去執行 那為什麼要加這個欄位 因為我們剛剛發布的是後端的層次 後端的層次我們不需要加這個欄位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發布前端的層次 你發布完之後你要讓人家可以執行你的網站 啟動你的網站 這時候你最好就必須要加一個點併欄位 OK 才可以 才可以讓人家很容易的啟動你的網站 那 如果你想你的套件也要可以在網頁上面 像剛剛那個 可以讓人家直接下載JS檔 然後直接在HTML裡面用它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學比如說怎麼用Browser法 或Webpack把它轉成網站用的JS程式 那你要學會怎麼樣子正確放置網頁資料夾 和撰寫伺服器程式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幾週可能會教各位的主題 一直還沒有教各位伺服器端的接收資料的部分 所以下禮拜我可能會就用科學計算的套件 我已經建了另外一個叫R-Lab 那R-Lab裡面下禮拜我們就會讓它可以有存檔功能 你就知道說怎麼樣鑽寫伺服器程式 另外現在最常用的伺服器套件就是Express和Core這兩個伺服器套件 所以要學會這個 那之後我們會再講怎麼樣使用像現在有一些大數據文件資料庫 像MangoDB 就是大數據資料庫的一個在Node.js裡面最常用的一個大數據資料庫 那另外還有像PostgreSQL 這是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 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那最後你駕出來的站 你如果做出來的套件是可以給別人用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駕站的話 你就必須要先有對外的網址 那像以我們學校而言 校內的電腦基本上都沒有對外的網址大部分 那你如果要對外的話 你得要跟電算中心先申請 然後你要告訴他你這台電腦的Mac address 就是電腦的那個區網的那個網卡的號碼 然後叫他幫你映射到對外的網址 然後告訴你對外的網址 然後你在從校外連進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你的網站 只要你把網站架起來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裡就不用這麼麻煩 在家裡的話呢 當然原則上你可能必須要在中華電信申請ADSL的時候 你必須要告訴他說 我是要駕站用 我要對外 那要對外他會給你一個對外IP 那你就用那個IP去對外 但是他給你的對外IP你必須要打 比如說210.59.154.30之類的這種IP 那當然不方便 所以這時候你得再去NIC 或者是有一些賣網域的網站 像go daddy 去買一個網域 你可以去查 查說我現在想用的網址有沒有人用 如果沒有你就可以把它買下來 那買網域名稱 買下來之後你就去那邊設定 說把這個網域對應到這個IP上面 那你叫出來的網站 你以後就打 比如說如果你把CCC給申請下來 那你以後就只要打CCC.com 就會到你的這個網站上去 OK 好 那可是這樣的做法是傳統的做法 是傳統的價站做法 那新的價站做法 往往是 我根本也不需要機器 我 只要有一台我自己的電腦 我不需要對外的IP 我就是 直接把我的 直接去那些雲端網站 雲端的主機網站 譬如說Hiroku 或 微軟的Ager 或 亞馬遜的EC2 我去那些網站上面 我創一個帳號 然後把我的這個專案傳上去 現在這些網站幾乎都有支援Nord.js 你把它傳上去之後 測試看看 你的網頁看起來是不是正常 你的程式看使用是不是正常 有的話就直接發布 那通常這些網站現在都有給一個免費的帳號 但是它的流量很小 它的空間也很小 不過你測試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上線使用的話 就會發現流量太小 空間太小 這時候你就應該付錢 比如說一年幾千塊的費用 然後你就可以讓你的網站開始營業 當然你要營運是沒有問題 你不付錢也可以營運 但是流量會很小 空間會很小而已 對各位來講 在學生期間 其實這個免費的往往就夠用 但是一旦你去了公司之後 發現我要對外營運 免費是不夠用 就要加錢 公司當然就要出錢 不然公司如果連這個錢都付不出來 這家公司大概就快倒了 或連你的薪水 他付不出這個錢 怎麼會有辦法付你的薪水 這個錢比你的薪水還要少 所以那個公司肯定就有問題 所以這種網站的錢 是我們寫程式的這個公司通常必須要付的 那剩下的主題就請你們再去看進一步的資源 或我們課程後面會再講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我講完之後呢 各位很可能有些人就聽完就沒了 可是這樣做你就完全錯了 如果你只是聽完就沒了 那你就根本就沒有學會 什麼時候你才叫學會 待會就馬上操作一個 把自己的專案直接發布到NPM上面 當你發布成功的時候你就學會 OK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去申請一個NPM專案 每個人都去發布一個 我待會我們社團裡面 今天的作業就是你把你的NPM專案放上來給我 確定是你的帳號 OK 這就是今天的作業 我們就開始做完 好 好 好 謝謝 我來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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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教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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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